中关女排告别忙碌又艰难的2018,迈向充满希望的2019和未来从赛程安排开。 2019当然不会比2018容易有世界杯,奥运资格赛,是联赛挑战又来了。 女排不少球员表达了新年愿望队长朱婷还是不一样,她在2019年第一天喊出了女排豪情实现自我突破。 新年三大愿望也正是出炉,第一大愿望是身体一如既往棒棒的,第二大愿望是希望有个假期能全家团聚,第三大愿望是实现自我突破。 这份新年愿望清单有对未来的信心有内心,真实想法更有心酸。 出庭已经是国际排谈数一数二的巨星了,次出道,至今一直在突破自我。 她在这个过程中,不断完善技术心理抗家能力越来越强大。 她带领中国女排突破,带领瓦基福银行突破。 奥运会冠军瓦基福银行全满贯,数不过来的单场得分王和MVP。 这些都是突破的印记,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时刻保持清醒。 她清楚自己和中国女排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锦赛上崛起的意大利,风头正经的塞尔维亚。 她们都是中关女排乐缅奥运会冠军的阻力,持有不断提高,不断完善,自我并突破软肋。 中国女排才能保持强势,也才能争夺更辉煌的成绩队长的新年愿望具有代表性。 不少球迷表示,朱婷都这么优秀了,还想着自我突破这才是优质偶像。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? 这就是正能量的典型代表,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吴小波说的。 女排精神已经影响了各行各业拼搏的人生,需要女排精神。 朱婷将带领中国女排继续进步,继续突破,争取更多冠军身体健康是第一位。 这是朱婷在世锦赛后反复提及的愿望,因为她想尽可能延长自己的排球生涯。 她想为中国女排贡献更多的力量,作为核心她身之肩上的重担。 所以大前提就是身体健康朱婷训练非常努力,但始终保持科学。 这让朱婷能够在身体极度疲劳的情况下,很快恢复巅峰状态排弹曾有这样的描述。 只要朱婷保持健康她参赛,就可以竞争MVP朱婷的健康,就是排弹的幸事。 忙碌的职业生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